《上流攻略》 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們的《上流攻略》 今次我又請為兩位朋友 兩位朋友都是我做記者時認識的 就是一些開餐飲業的朋友 不如你們兩位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Christian 我是Judith 我是他老婆 呼呼檔 其實為何今次邀請兩位上來 因為知道你們是夫妻檔的關係 所以一起創業做生意 其實就想看看 因為我自己認識一些朋友 又是夫妻檔出來做生意 但經常喊殺 然後夫妻關係變得很不和睦 搞到自己的生意當然成績有一落千丈 別說大家一開始想 我當然是用來賺錢做生意 最終炒價收場大家都不想 究竟怎樣可以維持到一個好的夫妻關係之餘 又可以令到自己的整盤生意的營運是可以好些呢 今次想請兩位上來就大家 等一下 談談談談 dorm lit 你說先說吧 refer 我認為说 初起一相价在一起做時 其實都需要一個磨合 因為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有那麼多認為所有要這種奧妄 就是可以有發生 但是慢慢做到上一刻 我們開始發覺 原來有些東西是其實他聰明一點去管理的 有些東西譬如是我聰明一點去做的 譬如他對內管理的工作跟他們溝通 這個是他的專長的 因為我是沒有讀過柱 沒有運動的餐廳 這個不是我的專長的時候 我就不應該對他爭論 譬如對外 譬如可能去聯絡記者的時候 譬如我是比較擅長一點的 我便幫他分擔 其實之後就基本上就好了很多 是的 之後就分清楚誰做什麼的 他的工作都分了之後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 還有其實有些東西不是瞞著他 但是他不需要知道的東西 譬如誰辭職 或者誰跟誰爭論 我一定會知道 我一定會想的 就是誰跟誰吵架 然後這個又喜歡這個 這個如果辭職的話 這個就會帶這個走 這個東西其實他不用知道 我就知道 他就學了 他不問 他看到我的樣子是 在想什麼 但我不說他就不再問 我這些是默契 要有叫過交才是 有些磨合 可不可以回頭再說一下 坦白說 Ian你可能比較熟悉 究竟兩位 你們開的餐 你們應該是做餐飲業 是吧 是要做什麼的餐廳 什麼類型 還有創業經過 我們要簡單說一下 我們第一個項目 我們第一個項目叫做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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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想一下銅鑼灣和全香港缺了什麼 我們就很喜歡旅行 我們去外國 我們甚至去英國 都看到其實有些地方是有大阪燒吃的 但是又是可以給你自己煮 好像日本那樣 大阪燒其實是什麼 Kitchen可以再跟一些醬汁 我們觀眾說 大阪燒就是一個很美味很美味 一個日本的披薩來的 日本披薩 對 日本式的披薩來的 它是什麼呢 它有粉底 然後你可以選大阪燒 它是日文名叫Okonomiagi Okonomiagi就是 這個翻譯你喜歡就怎樣 隨你喜歡 隨你喜歡 我們就用這個想法 就給了很多不同的材料 別人自己選 隨你喜歡怎樣回答 又有白爪魚 又有蔥又有蒜又有什麼都有 DIY 自己玩一下 其實是好玩的 我覺得我們是全香港最好玩的餐廳 是嗎 我形容一下 如果我記得 我沒有猜錯 對不起 我都不是很白白知道 就是說 我們如果去日本旅行 都試過去這類餐廳 就是給你一些醬 類似我們做 就是街邊格仔餅 就是那類 好像一個蛋餅 然後就放些洋蔥 放些物料下去 然後就自己有個平台在那裡煎 就是做一個餅 就是這樣 沒錯 我聽你這樣說 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 就是一群朋友去到 除了吃煎魚 就說可以下手下腳玩一下 夠夠 就是 其實一間餐廳 你只說一間餐廳好吃 吃就不夠 所以我們的焦點就是 怎樣令到那些人 我們有一個自己的 unique selling point 我們的USB就是 我們好玩先 其實我們都好吃 但好吃都是人類玩 所以不好吃又是你煮的 不好吃又不能賣你們 我們不可以由好吃的角度 我們就決定了 由好玩的角度先進去 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的idea就是 我們當了這間餐廳是一個遊樂場 關於食物的遊樂場 好玩加上好吃 好玩是甚麼 是一個遊戲 一個遊戲是你要贏 我們做了一間facility 一個environment 是要令到你贏 怎樣贏呢 你自己配料 你覺得好吃 你覺得是你自己配料 這樣就贏了 你明白嗎 那個psychological的feeling 這個概念也挺好 我覺得Christian 沒有想過 通常我們想食肆 第一就是 你很正常 找銅鑼灣 大家很耳鳴 當然要找一些黃鋪 通常就說 你的材料一定新鮮 好吃 這是一個starting point 然後就想裝修 我會想服務 不過不是 你從另一個角度去切入 就是我第一件事 想你們玩得開心 是吧 有一個experience 吃當然要吃得好吃 但吃的好吃 就是全部是你自己弄出來的 我有時候覺得好吃就是我的 不好吃就是你弄我的 公仔就是我贏 智智就是你輸 你贏了 還有我們也有 其實我們除了 我們有在那個配方 是做到 其實客人是很難才可以整合的 還有我們的staff是很好的 他們是很attentive 基本上看到客人好像不是好 可能就算他沒有叫他們幫忙 他也會寫一聲問 需要幫忙嗎 對 需要幫忙嗎 或者其實人始終要不演 其實我們說一些語氣 和說一些說話給他聽 其實 嘩 正了 吃得了 那比先生更好 即是洞 是吧 這個是那種subtlet 客人知不知我們在做的事 是不關心的 我們subtlet 是做我們應該去做的事 是令到他有一個分的環境 其實你燒焦了 我們試過很多次 燒焦了 馬上換了他 沒有問題 燒焦了 給他一個新的 你再玩 但是你會肚餓的 沒辦法 這些東西 但是客人的面子都很濕 但是我們失去是甚麼 不太多 但是我想他再回來 我想他帶他的朋友回來 因為我們是在賣一個經驗 不是在賣 因為你煎焦 是你的問題 你的錯 你自己負責任 好嗎 不是這樣的 簡單來說 你不是賣一個餅 你是賣一個經驗 是賣一個製作過程 是的 我想說 除了這個餅之外 有沒有其他食品的配搭 有的 其實 我們先講一下餅 餅有二十多 二十三種的配料 任你怎樣選擇 你已經怎樣選擇了 是不同的食材 對 不同的食材 我們有些專門是我們BANG BANG的 標籤的餅 我們經常會轉 有些功夫也有些技巧 其實也希望我們的 staff可以幫助 譬如是長島燒 有麵夾在裡面 薄餅很薄 其實我們的 staff一定可以幫助 但做完一次 客人就可以自己做 非常容易的 我們的餅 我用了很多心機 令到這個餅是fluffy的 是輕身的 吃了下肚子不是流 不會覺得是吃了兩口 什麼都不用吃 那種感覺 因為日本那個餅的粉漿比較厚 比較重一點 但適合那邊的口味 我們中國人去到那邊 香港人去到那邊 就會覺得這些是日本人 我們要接受 但來到香港不會的 你覺得吃完兩口就流 其他東西就吃不到 其實我們做商業 我一個餅都有一個清潔 是燃燃的 我一定要賣一些小食 我賣不到小食 我的平均的吃力 他一坐就坐了那半小時 那我就會死了 他玩 他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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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賣 所以我就要令到那個餅 不是少了 但是輕身了 是令到客人不會覺得是小 但又可以吃其他小食 其實我們的小食 也有轉變 也有不同的東西 我們有幾個標誌 其實都是很不喜歡說這個 Fusion這個 其實都是茶餐廳 我用一些modern的 有趣的材料 日本的材料撞在一起 就會看到客人有些新鮮感 其實我們有一個ratio 我們七成是traditional 三成就是玩新潮的 例如有些甚麼 可不可以拼出來 新潮的又最好賣 traditional的有些新的有些甚麼 我們的雞丸骨球 芝士雞肉軟骨球 這個是由開店到現在都一直有 因為客人真的很喜歡吃 所以就由新潮來嘗試變成classic 是的 兩年後就變成classic 是的 這個很有趣的 因為我用了很久的時間 研究這些東西 然後又要用雞丸骨 但是那個雞丸骨 就不像外面賣的那些 是grind到很細粒很細粒 類似很軟滑 但是有一點點口感 有一點點彈口 我不想 我是想有少少rustic feel 是一大塊一小塊 一大塊一小塊 所以我們的process是挺長的 做這個雞丸骨頭 你很划算的吃這個東西 好的 養了些芝士在裡面 煎的時候可能芝士就會滲出來 然後在下面就會放進一個classic 我們已經變成飲食節目 是的 我們要求回我們上流功的主題 他一說吃就停不了 是的 停不了 所以其實我的風格是很商量的 是的 我出一個新的彩色的時候 我會想報紙會不會寫 我會想這個夠不夠推動力 夠不夠爆 令到我認識10個記者 可能一兩個就會寫 一兩個就夠了 其實我的標準 我的角度經常都是這樣 我出新的東西 所以我出新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 我的staff都忘記不了 我為何會出這些東西 這些是甚麼來的 都不是日本的 其實想問回一點背景 話雖說回頭 為何你可以培養到這套概念 其實是你之前自己讀書 還是你自己的經歷 我意思是有這套的營運 剛才我如果差句口說 我就覺得 Krishan你的成功資料 第一件事是想你的customer 和市場的需要 記者肯不肯寫 你就不會想我自己喜歡這樣 但你覺得你這樣做出來 記者一定會寫 有些人說是marketing sense 我想這件事的客人實受 Strategy 其實我在Strategy的世界裏面 也有11年 我做了11年 幫人建造酒店 做Strategy的proposal 你的酒店裏面 應該有甚麼餐廳 應該聘請甚麼人 你是designer 我不是designer 我是developer 你是developer 那些developer就會找我這種人 就會說我現在有37屏風里 我怎樣做 我要一個Intercon Strategy Four Seasons 他們沒甚麼清楚 因為其實這些developer 平時都是做廠 做不同的 我會保持你的手 然後進行過程度 所以我由頭到尾 由財政方面 也做到你要找一個 發展 你要找一個管理社 你要找一個標籍 做用 全部都是Strategy 所以其實我個人 比較strategic 那我再向前問 你是怎樣學識 怎樣教人 教人開酒店 我不認識 是否大學有得煩 Hotel management 不是這件事 是教學 你另外一件事 即是Hotel management 做總管理社 總管理社 就會做到 一路已經想好自己 想好自己 十四歲已經想好 十四歲已經想好 你人生的道路 對 人生道路 希望到四十多歲 就做Professor 其實全都想好 是你家人和你家人 是我自己家人 不是天才 是喜歡這件事 就要知道 其實我未來的那條路 是要怎樣走 之前我的前輩是怎樣走 我是否要學他們走這條路 學一下就開始覺得 其實Operation 到我要做個決定時 Operation 我已經做了 十四歲 二十二十二歲 已經做了 尤其是Corporate Development 那邊 就是Pre-Operation 我是未見過的 所以是狂讀 關於這個項目的書 Take course Elective 然後找一些實習 是關於這件事 我有一間管理公司 叫做Le Chateau 開始就拿了實習 二十二歲 開始在那裡做 從那一刻就知道 其實這個是我現在很有興趣做的 我做了十幾年 那時候做廚是做中式的廚房 西式的廚房 西式的廚房 我的Foundation 就是French 發光菜 我剛好 我爹地又是 D 華僑 我第一個語言 也就是法文 我是黃皮膚 但是我是French 我有French的歷史 然後我學了西式的廚房 我學了西式的廚房 然後我學了一學 其實我很有興趣在日本 因為是日本 當時我在一個 叫做廚山的城市 旁邊就是Ginnever Ginnever Ginnever 是一間很出名的日本餐廳 我狂寫信給他 我說我幫你洗地 其實我不介意別人的事 我去巴黎 我第一個工作是幫人洗碗碟 即使我在香格里拉的時候 是做得OK的 即是已經有態度 即是你有什麼基礎 你叫我做 我是懂得做的 但是你去到外國 這就是等於零 所以我要我的叫做 Street Credit 即是我要別人知道 其實我是有那個心去做 可以由低造戲也不介意 是的 那我就洗碗碟 那我就去 Anyway 去了這間日本餐 我學了六個月 那學什麼呢 其實說真的 我喜歡吃東西就沒有學的 嗯 態度 心 那你用一個French的point of view 和一個Japanese point of view 和一個日本的point of view 混合在一起 其實這個是很psychological 和很 你會 即我自己發展了一個很大的 respect for 第一我們的professional 即我們是professional 那什麼叫professional 因為其實你法國餐和日本餐 其實你需要知道兩件事就是 是很型格 即是你要洗米 你要學洗米洗三年 你才可以煮米 你明白嗎 即是這個東西是很有discipline 那兩個 兩個area都很有discipline 那其實 加上我 可能我生在我的strategic mind 就是 即加上我的marketing 和我的strategic mind 就知道 其實commercial 你不可以只說 你的餐廳好吃 和服務好 因為不夠 因為是人都這樣說 嗯 七十一都是這樣說 OK都是這樣說 所以你不可以 那什麼叫做enough呢 其實horizon是由你怎樣選擇的 所以我們就是選擇了 第一間套 就是選擇了好玩 OK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的個人 我們有兩個個人 就是 最重要是好玩 最重要是 那個customer response 我會令到它再上來 OK 那我們第一節的又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再見大家 再見